車流急暴交流道回督整個路口 端午連假最後一天 北返車潮湧現 不少駕駛塞在車陣之中 動彈不得 儘管下午2點才開始實施 勾承載但國道5號上午就開始塞車 宜蘭到頭城路段最塞 時速一度只有19公里 呈現子暴等級 學歲前一度回督8公里 幾乎像停車場一樣 另外頭城到平臨時速 也只有34公里 上午10點多就塞車 比高工局預估的 足足早了4個小時 以上需求可以有發生故障車 占用外側車道 直接封閉個車道 也導致於車流 再往後來做回讀的一個現象 再加上可能大概在9點半 有車多就逐漸出湧現了 國一的西羅到濠岩 南屯後里新竹系統 國三關西到大西 五峰系統和國六 旧正到五峰等路段 行車時間也是平日的3到7倍 高工局預估9號車流量 將會達到112百萬車公里 北上將是平日的1.5倍 預估塞到晚間 國到五號每逢廉價必塞 這回端午收價依舊塞到紫爆 交通部到底如何改善塞車問題 成了全民關注的焦點 這等會就消耗原三區小組新北市報道